EB5常识科普 EB5新政旧证全面对比 JDC区域中心旨在为投资者提供EB5计划和移民项目的最新消息和说明 大家可以发送邮件 或微信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资讯 EB5新法的背景和目的 2022年美国政府出台了EB5改革与诚信法案 该法案一般被简称为RIA在2022年3月15日通过 是拜登政府为了应对当前的EB5挑战 以及为实现更可持续的移民投资计划 而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 EB5新政能解决哪些问题 新法案的推出旨在解决一系列问题 其中包括防止欺诈行为 促进外国资本投资 以及在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外国投资人而言 EB5法案的优势在于 指名留下签证预留通道 将预留签证配额 给予乡村地区投资人20% 即每年保留约2000张签证 给予高失业地区投资人10% 每年保留约1000张签证 给予基建项目投资人2% 每年保留约200张签证 EB5改革要点1 投资金额的上涨 在2022年3月15日之前 有效的旧法案要求 投资者投资50万美元或100万美元 而新法中规定的投资金额有所上涨 投资者必须投资80万美元或105万美元 EB5改革要点2 创造就业要求的变动 在旧法案 每位投资者无论是直接工作岗位 还是间接工作岗位 都必须创造10个就业机会 根据新法案 每位投资者至少需要创造10个就业机会 且必须维持两年 EB5改革要点3 签证预留项目的增加 EB5新法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人 和促进美国经济的双重目的 特别给投资到乡村地区 高失业地区基建项目的投资人 设立签证预留通道 投资人可获得签证保障配额 EB5改革要点4 I526或I526 亦可与I485同时递交 根据就案的规定 申请人需要在I526亦表格获批后 才能提交I485表格进行身份转换的申请 然而 新法明确规定 在提交I526亦表格和等待审批的期间 如果申请人在美国境内 可以同时递交I485表格 直接申请转身份 且一旦提交申请 申请人还可以申请I765工作卡 以合法在美工作 除此之外 申请人还可以申请I131回美纸 提前拿到离境许可 自由出入境 尤其对于即将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申请人 在可能无法获得HEB工作签证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获得工作机会的重要政策优势 EB5改革要点5 第三方监管账户的设立 美国政府已增加了一个特定规定 即设立第三方监管账户 区域中心必须有第三方基金管理员 如美国持牌律师 注册会计师 经纪人或经销商 这些人员将会管理EB5投资者的资金 EB5改革要点6 区域中心管理改革 根据旧法 区域中心需州政府的强制性批准 但无需美国移民局的强制性批准 而新法要求必须要有美国移民局的强制性批准 除此之外 在旧法案中 区域中心可以自行决定 是否在提交EB5申请之前 获得其商业计划的批准 然而 新法规定 投资人只能在区域中心的商业计划审批之后 才能提交投资移民申请 EB5改革要点7 营销和移民代理需有持牌 所有由区域中心任命的营销和移民代理 必须在美国移民局进行注册 EB5改革要点8 未遵守法规的后果 在旧法案中 如果任何区域中心未能遵守法案及其法规 美国移民局没有相关法律可对其进行规管 在新法案中 如果区域中心不遵守规定 则美国移民局可以暂停或终止该区域中心的运作 总的来说 2022年EB5改革与诚信法案的实施 为EB5投资移民项目带来了更多的透明性和监管力度 确保投资者资金的安全性 同时已为美国的经济和就业创造提供了新的动力 通过新法案的改革 投资者可以享受到更加简化和灵活的申请流程 特别是在签证配额和身份转换方面 当前的改革措施不仅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也进一步巩固了EB5项目 在全球移民投资中的竞争力 对于有意通过投资移民美国的申请人而言 现阶段正是抓住机会的理想时机 借助新法案的优势 从而顺利开启美国新生活的第一步 想了解更多EB5相关资讯 你可以向我们发送邮件进行咨询 也可以扫描图中微信二维码进行了解 感谢您的观看 下期再见